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体能重迁无耻造假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各军司令部及军团在每季或每半年 会对所属单位验证体能合格率 检验单位是否达到良好的训练成效 但是你我都知道 督策官带回去的 真正是该连级单位的真实成绩吗 还是这个成绩是依靠引旅及某些作业手法 而协助完成了最后的成绩 所以你们会觉得这样的成绩有任何价值吗 根本就是屁 充其量只是在比较谁的作业手法 及造假能力比较细腻 这样的成绩出来 也是造成国军的伤害而已 长官所看到的成绩也都是假的 也间接让他们误判了建军的方向 那最常见的体能中签单位 它的造假方式有哪些呢 首先在抽签前 人事官要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要去要一个字号 各连间士兵的调整 营长发布人事命令即可 但在中签后才做调整就太假了 所以一定要在抽签前先要到一个字号 那中签后会有什么造假方式 你会看到几个幕僚 抱着近期短期班对受训的相关资讯 来跟营连长讨论体能不合格人员 送训事宜 再来就是从资源及免测人员下手 以不超过事故人员规定的 5%到10%为基准 用好用满 再加上之前的士兵条线 这个连整体合格率 大概会提升20%左右 这是多么可怕的造假手法 都还没开始对该连免除勤务 让他们好好训练 仅靠一些小小的手段 单位体能合格率瞬间提升20% 请问这种数据有任何参考价值吗? 那么你可能会问 造假是很严重的吧? 那些营连长都不怕被惩处吗? 其实测验官在验证事故人员名测的时候 难免会找出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佐证资料 可是找出来又怎么样? 了不起他只会说 这个证明不得列为佐证资料而已 营连长会因此被惩处吗? 也不会啊 所以这些营连长才敢大大方方的 完成造假手段下的售册明测 连此是什么? 有比成效不佳被检讨还严重吗? 现在每个长官都非常重视体能合格率 再怎么造假我也不想被检讨 这就是中签单位的新生 以上是我针对体能中签无耻造假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